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气泡多了很多 声音好像还比较大声一点 是吗 对啊 你的声音比较大 而且现在这两瓶冒出来的气泡不一样耶 是啊 我的泡泡多多了 真是太有趣了 我觉得这跟气体压力有关 是 应该的 那我们就往下来看课程吧 没问题 摩尼试体 摩尼试体的第一题 是说明关于气体溶解度的一些叙述 要判断何者正确 第二题的话 是要利用气体溶解度的特性 要去计算溶解度 关于这两个试体的详细的解法 请你点阅我们这门课的摩尼试体影片 会得到更多的说明以及解答 连结知识 从400多年来呢 很多科学家去研究气体 陆陆续续发现了气体很多的定律 那在不同的课程单元里面都会分别去做介绍 我们今天是要针对气体的溶解性质来介绍 亨利定律 我们现在在这个动画里面呢 来说明这个物质的状态 以及粒子运动模型的观念 当物质形成固体的时候 例如这里有一个102K的固体 那这些粒子他们的运动速度很缓慢 都几乎停留在固定的位置上面做振动 而且粒子间的作用力也比较大 但是如果这个物质它来到溢体状态的时候 这时候呢 粒子就不会固定在位置上面 而且会发生移动的现象 它们的运动速度也比较快了 那我们用这样的观点说明 液体为什么在容器中它可以流动 而且它没有一定的形状 那到了气体的时候 粒子的飞行速度非常的快 而且它们互相碰撞 就使得它们最后可以充满整个容器 那这就是我们介绍的物质三态的粒子运动模型 关于气体的溶解性质 我们平常是很喜欢研究气体在水中的溶解度的特征 就像画面里面这个图所呈现 这几种气体的在水中的溶解度 它们在温度不同的时候 溶解度也随着改变 那这些气体呢 都是属于难溶于水的气体 我们会看到在25度C的时候 这些气体的溶解度 都大概在10的-3次方m 这个条件而已 这个图是科学家研究发现 这些气体呢 包含难溶于水或者是大部分的气体 它们在水中温度越高的时候呢 那这气体的溶解度都会越小 在气体的溶解实验方面 也操作了另外其他的边因 例如把容器内的气体呢 跟水放置在同一个密闭的容器中 逐渐提高气体的压力的时候 会发现大部分的气体 在水中的溶解度都会增加 而且是呈现一个线性的关系 那我们看看在一大气压下 我现在画面里面的这四个气体 也都是属于难溶于水的气体 它们在水中的溶解度 大概也都是只有1乘以10的-3次方m的等级 那我们会观察到 在压力增大的过程中 它们在水中的溶解度也越来越大 因此呢 在19世纪的时候 亨利这位科学家 他研究了很多气体的溶解度跟压力的关系 他发现这些气体呢 如果我在同一个容器中 再打入更多的气体的话 这个容器内的气体压力会增大 同时呢 这个溶到水中的气体的溶度也增大 那这样的关系 我们以刚刚说明的这些难溶于水的气体 来做研究 我们会发现 亨利他所归纳的结果 就是在低温下 低溶解度的气体 它在溶浴中的含量 会跟一面上该气体的分压成正比 亨利钉力的发现呢 我们常常会以这样的一个方程式 这样的公式来表达 我们写成CA等于KH乘以PA 这个CA就是指 这个A气体在溶浴中的 体积木有浓度 KH我们就称为亨利定律常数 PA就是这个A气体在一面上的分压 那在低温以及比较低压的条件下 事实上这些气体都会遵守这样的一个浓度 跟分压成正比的线性关系 那气体的KH值呢 这个不同的气体 它这个跟KH值 是跟它的气体种类 还有容易种类 跟温度有关 那通常KH值 会随着温度越来越 越高 而KH值会逐渐变小 所以我们用这样的方式来说明 这个升温的时候 气体溶解度会下降 我们现在要用气泡水机 来示范气泡水制造的过程 以及气压的变化 我们先把气泡 好 打入气体之后 盖上 这样就是一个气泡水 但是呢 我们来看看它的重新开平的声音是如何 很明显 二氧化碳气体冲出了屏外 看完我们自制的这个气泡水 我们来用粒子运动的模型说明一下 为什么会有这个亨利定律 画面里面这个A图呢 在达平衡的时候 这个气体 它在定温定压下 单位时间内 它这时候 它会达到一个平衡 使得进入溶液中的粒子数 跟离开溶液的粒子数是一样的 但是如果我们把压力增大的时候 例如我压缩这个容器 使这个气体的体积压缩 整个异面上方的气体 压力变大了 那气体的粒子的浓度也增加 那这样子会使得它们的 进入水中 跟离开水中的速率都会增加 所以这样的一个速率的改变 但是一段时间之后 最后它们达平衡的时候 还是会让进入溶液的粒子数 跟离开溶液的粒子数是相等的 但是因为在比较大的压力下 这交换的速率比较快 而且融入水中的粒子浓度也增加了 总结亨利定律 一般是适用于低分压 而且难溶于水的气体 像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些气体 氢气、氧气、氮气等等 那如果这些气体会跟水反应 而易溶于水的话 像氯化氫、氨气、氯气 就不太适用于亨利定律 那今天在片头的时候 我们有表演这个打开气水瓶的这个实验 你会听到不同的这个气体冒出来的声音 那事实上我们在打开气水瓶的时候 是因为造成这个气水液面的二氧化碳分压 顿时降低 所以使得这个二氧化碳呢 就大量的涌出来 气体的性质基础探索 我们今天的课程就说明到这边 希望你会喜欢 我们再次谢谢科学素养化学载机变的工作团队 也谢谢化学学科中心提供的动画